今天買了三款全家抹茶劑的冷藏甜點 分別是九九金抹茶方度乳酪蛋糕 還有Mini Mall抹茶紅豆大福 和Mini Mall抹茶生巧起司塔 我們就三款都來吃看看吧 我先吃抹茶方度乳酪蛋糕 採用北海道乳酪加鹿兒島茶葉 本體長這樣上層有點微焦的感覺 下層看起來是薄薄的綠色蛋糕 整體是慕斯那種入口即化的口感 從切面看起來大半是慕斯 下面少許的濕軟蛋糕跟慕斯融為一體 它的起司味和抹茶味是勢均力敵的濃 整體口味偏甜 也就是說抹茶的苦和起司的酸味都比較不明顯 我記得吃抹茶紅豆大福 這款讓我聯想到之前吃的草莓大福 外觀看不出個所以然 妝化很濃 咬下一口發現它大多是紅豆餡 雖然抹茶味也很明顯 但整體風味還是紅豆佔了大部分 有想說餡料可能在後段 但第二口咬下抹茶還是少少的 它就是一顆有些許抹茶風味的甜甜紅豆麻糬 還蠻甜的 我最後吃抹茶生巧起司塔 它的舊包裝有畫上層抹茶生巧克力 下層抹茶起司餡的結構 這是新包裝 我覺得它是三款中最有抹茶風味的一款 所以如果你也是抹茶控我最推薦它 從前面可以看到上升下潛的分層 吃到一半左右看起來更加明顯 我覺得蠻好吃的 前陣子也吃了五款全家抹茶劑的商品 影片我放下方 喜歡零食飲料心得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也可以聊聊你對抹茶商品的想法喔 大家掰掰啦 好啦